Hello 大家好,Ray1です 今天一早 500 处 MP 的资料下载进来嘛 东西真的是非常多啦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8张的10抽卡极限 Jack 5张的免费卡极限 Jack 还有3张新卡的能力 2张是纤练波 还有黄金金属克维拉 以及新的免费卡Lagus 新卡跟免费的极限 Jack 我打算放到下一部影片 再跟大家介绍啦 这一次的话我们先集中在10抽卡部分 10抽的极限 Jack 这边的6张再加上超三达 还有Super Fuel 总共是这8张啦 那么就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就从 大家应该会比较感兴趣的超三悟空开始吧 好这边的话三维数字大家自己看 队长记忆的话是 龙族英雄或者超力属性气力加三 血攻防130%提升 然后必杂效果的话是 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还有超高确立的气节 这个的话就还蛮不错的 70% 然后用来战斗路啊 或者就是 可以气节的关卡 一定优秀啦 然后被动能力的话 登场三回合内 减伤15% 然后自身攻防150%提升 全属性防御 然后必杀发动师攻防50%提升 队众内龙族英雄没有一体 防御20%提升最大100%啦 然后减伤加7%最大35% 也就是说龙族英雄的角色在队伍内 至少要5张 包括自己也就是要 extra多4张 他的被动才能全满啦 所以也就是 绑被动绑到死死的 他的这个能力在 全触发的情况下啦 攻击是有275%的加成 然后防御在行动后 没有行动后也一样 行动就是行动后就掉了 必杀发动师啦 有425% 然后再配上自身的减伤35% 再加上全属性感动 其实防御面上面其实是相当够用啦 而且登场的三回合内 那个减伤是达到50%的 诶 响到OK 那么这边我们直接看一下他的数值 跟知属的超三乌饭座连结有42%的攻击加成跟10%的防御加成啦 在三体特攻的情况下或者五体特攻的情况下来计算啦 攻击数值不受特攻角色影响 所以都是520万 才新满连结的状态 然后防御力方面的话 行动前 如果三体特攻是18万五体特攻有24.4万 这两个防御力啦 其实才差一个2万 嗯 配上全属性格斗的情况下 在大部分的关卡都还蛮够用的啦 只不过三体特攻的减伤力就没有这么高啦 五体特攻的减伤力才会这么高 五体特攻的话 在开了必杀之后 他算是可以稍微 扛一下 Cellumax 稍微可以扛一下 不致死 可是如果队友不给力的话 还是会死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超善悟空的极限在绝情的能力啦 就是属于 有条件式的硬邦邦 嗯 全属性格斗在那边的话啦 防御力就有一个不错的机制在那边啦 但是就很依赖 很利爱那个 类别角色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嗯 没办法啦 那么接着的话就轮到我们的 超三百机打 他的数字大家是一看三位数字 是比较高一些些 然后队长技方面 跨界或者超体属性 7力加3血攻防130%提升 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大幅降低防疫 被动方面登场三回合内必定 最佳攻击并且高确立必杀发动 自身攻防150%提升 然后敌人防疫无效化 再来必杀发动时攻防50%提升 队伍内龙族英雄没有一体攻击20%提升 最大100% 然后彗星发动力7%提升 最大35% 老实在这个 怎么说 他的登场三回合内的能力 对比起悟空来说真的是弱到爆 在一开场输出是可能会来到蛮高的 可是after that 他的输出就急剧下降了 从原本 最大三发必杀变成只有两发必杀 这个是蛮可惜的 其实这个登场三回合内 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给他 直接必定追加攻击 跟高确立必杀留住 对这张超三百机打 会比较友好一些些 OK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被动中的最大加成 攻击是425% 防御在行动后是463% 然后 数值方面是跟数鼠的超三大特做连接 42%的攻击 5%的防御 这边的话同样是以三体特攻跟五体特攻来做计算 就是不过 对北极大来说 有没有特攻 差别不是很大 因为他所影响的是最大输出值 跟他的 会行值 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然后攻击 644万跟727万 如果可以追加到必杀的话 火力可以再上一点点 可能变到750 出万 这样子 所以两下必杀输出上面还算是不错 但是也就前三回合比较大激励 然后 after that 就全部要靠我们自己的连击啦 这一张如果是讲 主在龙猪英雄队内的话 连击直接点满就好了 彗星基本上是不太需要 我们全靠 那个被动的35点 的那个彗星力 然后防御力方面的话 在行动前 14.1万 行动后31.9万 恶联必杀 才有42.5 的防御 老实说这一张算是 他的重点是在攻击上面 没什么好用 我觉得这个很快就会被淘汰掉了 没有他是完全没关系 这一张没有是完全没关系的 只是强在火力上面 OK这个就是超山北极大 相当让人死亡的一张 火力是有啦 可是防御力面上 就有一点点的 小让人死亡 除非就是 普助够多才能把他救上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 是我个人 相当满意的一张 也不是说到非常非常满意 也就是相当满意 还可以接受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 超级十字界王神 这一张的三位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对长记得话 龙族英雄 或者就是超级属性气力加上血攻防 130%提升 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 超大幅上升 直接加100% 超特大伤害 还有必杀封印 因为这一张是 普助卡的关系 所以我们对他的要求 不会像那种进攻卡 要求到这么高 所以这一张在我心目中 还算OK OK 被动方面 自身的攻防120%提升 全员气力加3 攻防40%提升 还有 彗星12%的提升 普助彗星 超高确力全员攻击加12% 超高确力全员防御12% 受到攻击回合结束时 恢复12%血量 老实说 把他作为3号位的普助来用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啦 就算没有任何连接的情况下 然后按照他这个被动来说啦 最大可以带给队伍的普助是 52%的攻防加成 以及彗星12% 还有重点的那个气力加3 尤其就是 那种 L-O的队伍很多的情况下啦 气力的普助 其实是非常棒的 因为L-O的气力越高 打出的输出 就会越高 好这边的话 他的最大加成是 攻击172%啦 没有什么特别 防御在行动后 是 444% 因为超大幅上升啦 直接乘恶 A18C 好那么数值方面 作为3号普助 没有任何连接的情况下啦 这边我有把他列车两遍啦 有触发到他的超高确立攻防 可没有触发到超高确立的触防 攻击基本上不重要啦 我们不看他 主要是防御力方面 没有触发的情况下 最初是15万防御力 行动后30.7万防御力 再来二必杀的话 有46.1万的防御力 老实说 真的是有开路的朋友 全连击给他就好啦 把他的防御力拉高 然后可以连击 这样子的话 一个46.1万左右的防御力 其实是还蛮够用的 再没触发 有触发到的话 可以去到 48.3万 就算只有一个币 也有32.2万 作为普助 只拿来扛普攻的情况下 当然不是每个关卡都适用啦 但是 还算是可以接受了 以一张普助卡来说 这样子的能力 我觉得是 可以接受的啦 接受这番比内 这就是我们的十只戒王神 我对他期望值满满的普助角色 算是有达标到我心目中的那一个普助角色的点啦 不算强 但是 接受范围内 OK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这一张集体的超赛看法 大元看法 在这个龙族英雄的那个Promo Video里面 竟然打到戒王拳的 悟空 那个Bejito 解体那个真的是有够不爽 等他的红旗开出来 我们绝对是要带一拳Bejito去打爆他的啦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能力啦 对掌机极细气力加三血攻防100%提升 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还有大幅降低攻防 被动自身的气力加二攻防200%提升 受到攻击的当回合 防御50%提升 受到敌人攻击 攻击的时候就是可能战斗路上使用啦 死超戏的敌人高切力气绝 这个是还不错 就把他放在一号位打战斗的时候被敌人敲一下 可能就全部气绝到完了 很爽一下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攻击的对象处在气绝的状态的场合啦 攻击加50% 然后必定会行 嗯 战斗路用啦 然后条件满足就可以大圆化 他的条件是什么老实说我忘记掉了 血量50%以下时高确立大圆化 这个是要血量50%以下 这个不重要 变不变 其实不影响 嘿嘿 好这边的话他这一张campa的最大加成啦 攻击是350% 防御在行动后然后有被打到的情况下是有575%啦 嗯说不上高也说不上低啦 好这边的话是让他跟超市误犯做连接啦 连接加成比较高 攻击55%防御25% 然后攻击这一边的话是 有分气绝跟没气绝这样子啦 如果敌方是没有气绝的话是 466万的输出中规中击可是如果敌方有气绝多了一个50%的 那个攻击上来的话 700万 然后配上必定会星 1330万 因为他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数值啦所以最后结算出来的那个数值 就会导致变成这个样子啦 因为会星是乘以1.9 1330万的数值 他的防御率可以是去到60万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46万多 目前来说其实就有一点点的 平淡啦 但是也不至于说落到哪里去 还是有机会救啦 如果是主在龙族英雄队 然后补助够多的情况下 应该是可以在上一层楼 因为他的那个 受到攻击当回和防御角色是用来降成的 所以还是可以救得起 OK啦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欧扎日看法 接下来的话 算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个角色 那个Phil Phil的那个X字长 帅 好 三维数值大家自己看啦 队长记龙族英雄 骑离加斯 决攻防 150%提升 然后必杀效果一回合 攻防大幅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 封印必杀 被动方面的话是必杀发动时 攻防150%提升 队伍内时空穿越者 没有一体 气力加1 最大加5 攻防加10% 最大50% 回避力加10% 最大50% 只要时空战略者有5体的情况下 攻防有50%跟回避力50% 50%的话就相等于高确立的回避 算是还可以接受了 放在1号位 是可以用的 然后血量50%以下时攻击再加50% 回避成功的当回合 攻防50% 如果这个攻防50%的回避成功这个啦 真的是要把它放在1号位 我们才比较有机会用到 可是如果是 封印回避的关卡 那么就残念啦 这一张超绝的话啦 它的最大加成攻击是500% 防御在行动后是575% 就是这么个样子 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它的能力跟 技术的 黄金刻薇 做连接啦 有35%的攻击 跟45%的防御加成 然后 被普助攻防40% 那个 技术的黄金刻薇啦 是属于普助角色啦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数字 其实在输出面上其实是相当悠久啦 血量满血的情况下 是613万 如果血量掉到50% 掉到50%以下 Extra 50%的攻击加成上来的话 是可以775万啦 这边的话我还蛮 怎么说 这一张老实说 它的这个潜能点有点难点啦 不过我是觉得 组点 连击会比较好吧 把它的防御力拉上来 大家看它的防御力其实蛮夸张的 行动前 14.3万 若有回避成功 21.5万 在回避成功的状态下啦 在行动之后 64.7万的防御力 相当高 就算是没有回避成功啦 也是有50万左右 如果可以二连必杀的话 它的防御力还会再翻多一番 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觉得 点连击应该对它带来的效益会比较大 毕竟我们现在还是 重回避多一点 而且它本身是 支属的 可以拿来打 Cellumax 目前现在关卡全部 以Cellumax为主 但是拿去打 那个 核心的话 可能会痛苦啦 因为 那个 库拉奥尼讲的核心 是提数的 会敲到这个防御 不要不要的 不过这个火力跟防御力 我觉得都相当优秀啦 还不错 可是都是彩星状态 哈哈哈 好 这个就是Fill啦 那么接着就是 黄金克威啦 极技的黄金克威啦 稍微素质大家自己看到 备掌技 龙族英雄 或极技属性 气力加深 学攻防 130%提升 必杀效果 攻击 无限上升 然后一回合防御上升 超绝特大伤害 被动方面 自身的攻防 130%提升 必杀发动时 防御30%再提升 然后 单回合内 每一次发动必杀啦 减伤值都会提升10% 最大30% 可是每一回合 重新计算 这个就是他的麻烦点 不过打底啦 我们会有一个10%的减伤在啦 因为必定是可以 敲到一发 必杀的啦 然后再来 队伍内 龙族英雄 有三体以上啦 就是包括自己 就是还要需要再多两体 必定追加两次攻击 并且 高确立 必杀发动 官方这一条能力算是 补足了他的这个 减伤的那个被动啦 拉上去 然后全员气力加二 攻防20%提升 龙族英雄 类别全员 攻防再加20% 所以多多到来 龙族英雄的角色啦 可以吃到40%的攻防啦 就是刚才feel 为什么可以提升这么多的原因 好 这个就是他的整体能力啦 被动 最佳 黄警特维拉的最大加成啦 攻击是 170%啦 老师弟弟 可是配上他的 无限迭攻 以及 可以多发的那个 必杀 所以还算OK 然后 防御力在行动后 356% 二连必杀有462% 来这边大家来看一下数字 当然是跟我们的feel做连接啦 35%攻击45%防御 攻击这边的话 1发必杀336万 3发必杀364万 5发必杀391万 他跌很慢 可是因为他的触发力其实是很高 两次攻击 并且高确立的必杀发动 配上自己的那个 潜能点的话啦 最高单回合4发的必杀啦 所以他跌起来是可以跌到很快的 然后也导致他的防御力 也可以 来到一个不错的段落 配上减伤的话也是蛮好 因为是单回合内嘛 行动前有22.2万 行动后就是发了1发必杀 37.5发 如果是2必杀 46.2万 3必杀 54.8万的防御力 再可以配上一个30%的减伤 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目前的关卡大部分 都有一个不错的扛伤表现啦 可是就 高确立嘛 大家也知道 不一定可以出发的到 这个是最惨淡的点啦 这样就数值大家看看就好了 因为不一定可以全部短线出发 不过这个也是代表着 他有机会达到这样子的数值 如果可以再来一个 补助给他的话 在第3号位 他的能力 会更加的在提升 而且他作为补助的存在 守在龙主英雄队 也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相当不错的 OK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 黄金 可为啦 接下来啦 这一张算是 这一次 极限在中 最强的啦 就是这一张 C-LUS 吉利的C-LUS 条件满足时 可以融合 他的融合条件是 战斗开始 5回合后 他就会自动融合 不能控制 这一点不是太好 OK这一张的 在融合之前的最大加成啦 是攻击有达到380% 防御在行动后有524%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他融合之后的能力 必杀效果的话 一回合 防御上升 超越特大伤害 然后 大幅降低防御力 然后 被动方面 自身的气力加三攻防120%提升 必杀发动时攻防120%提升 每一次攻击攻防10%提升 最大30% 然后 攻击的对象处在攻击或防御降低的场合 必定会行 然后必定最佳攻击 并且超高确立必杀发动 也就是说他变身之后有蛮大的机力啦 联机两发必杀 再配上联机的话 我们潜能点的话 最大三联机啦 在融合之后 他的最大加成是攻击450% 防御615% 就稍微变强一点点 然后少掉了普助能力啦 不过他普助的这个人工生命体跟司空穿业者 其实还蛮不错耶 其实还蛮不错耶 这两个类别最近都还蛮强的 嗯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整体数字吧 跟隶属我们就是新卡的哈子做连接 40%的攻击加成 跟70%的防御加成 非常猛 融合前会被捕住50%融合后没有就被捕住 因为 等到他融合之后啦 我们的那个 隶属的哈子 应该也会跟着一起变身的 我忘记掉那个哈子他到底是要怎么样子 他的变身是不是 条件到就直接出发 我昨天才介绍完吧 我忘记了不算了 我就当做融合后没有捕住过 没有 没有的捕住啦 哦对 主要是因为那个哈子五回合的全属防御罢了 所以他不融合的话 他的能力会变成半天雕 啊嘛嘛嘛嘛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当做 这一张 融合之后 我们的哈子也跟着变身啦 就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计算数值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融合前的话 输出 764万 行动前 的防御率 23.7万 行动后 61.6万 这个是 不错 这个防御率超级高啊 超级高 很猛 这一次的角色里面最猛就是这一张啦 然后融合之后的火力因为有一个必定追加攻击嘛 所以我就当做他没有出发成功 输出虽然说最大伤害因为少掉辅助的关系 就掉了一些些 可是因为 有连击的期望之在 就有一个 我们讲当做他普攻啊 也有827万的输出 防御率方面 因为少掉辅助的存在 所以会掉了一点点 17.9万的初始 然后行动后58.4万 但是高确立二连必杀的话可以去到71.9万 这个在 Cellumax的关卡 扛普攻是完全够了啦 完全够了 然后至于必杀的话 反正这边的 龙珠英雄角色 可以扛得住的也就那几张罢了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再配上他有这么高的输出 其实算是有少少的挽回一点点 比起北基大来说 优秀很多 优秀很多 这个可以算是这一次的霸张里面 最强的之一啦 我最满意的 这个真的是很猛 可是 特定啦 一定要跟这个 这个哈子做连接他的攻防才有到这么高 因为70%的这个防御加升真的是夸张 那么最后的话 第八章就是我们超级的赛亚超人3号啦 这一张 不过这一张来说 其实他是小特来的 可是他没有那个少年少女的类别 我是蛮好奇啦 北基大戏普 大家看到北基大戏普就知道了 OK这一张的三维数值大家自己看 然后对掌机超细气力加上血攻防100%提升 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上升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一回合超细全员攻击30%提升 算是可以在普途后面的角色啦 被动自身的气力加上攻防130%提升 队伍内时空穿越者的类别 没有一体攻防30%提升 会心3%提升啦 三气21%提升如果是满严的话啦 然后受到攻击的当回合 防疫30%下降 2022年的大佬 我妈吃上你竟然还安排这么样的能力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技术的超三大步 赶到一夜来到2022年 还有人陪我一起降防疫 哈哈哈哈 笑死嘛 然后再来的话 每一次受到攻击 攻防 加10% 最大30% 然后对敌人的普攻有 30%的减伤 并可以 超绝大威力反击啦 这个算是一个反击角色啦 然后按照他这一边的能力来说啦 最大加成是 攻击472% 防疫在行动 644% 可是 行动之后 还会被敲回 一个 30% 嗯 所以 会掉下来 哈哈哈 这边我们直接看数字就好了 大家不要用 不要容易理解 跟赛亚超人4号做连接 45%的攻击加成 跟50%的防疫加成 这个赛亚超人4号呢 他是免费卡 这一次会 极限在接近 不过 等下一部影片再跟大家做介绍 然后这边他还会被 可以补助到一个防疫30% 那么气体特攻全部有被动全满的情况下啦 攻击 766万 相当有火力对不对 然后反击的威力也相当猛 这个是开过必杀之后的反击威力啦 160万 然后因为超绝大威力是在乘起 3个倍率 所以实际数值是481万的反击 很夸张 真的是很夸张 因为他的这个本身的被动啦 有点太猛了 200亿再加130 340%的最大加成 然后在城里那个每次受到攻击过后 就去到472%嘛 所以火力会到这么猛 就是没有反应的 然后防疫力也是夸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行动前 41.1万 行动后 69.5万 被打一下 掉回53.5万 这个就是那个调防 可怜的地方 可是如果这一张 因为是反击角色 我们会想要给他会心 可是这一张的话 可以的情况下 然后 把他的连击稍微点高一些些 让他有机会可以多发一次必杀 弥补回被降掉的 这个防疫力 弥补回这个被降掉的防疫力 又可以拿回60多万的那个防疫力债 这个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这边就是 我们这张赛亚超人 3号的能力啦 老实说这张 比我意想中的 还要来得强 虽然说他的连接 连接点啦 他的连接太过 太过差了啦 Infighter 英雄 细尼のヒロ Battleroll 然后 精确的补助 尊敬跟限界突破 这一些连接 不是没有人可以跟他做到好的连接 有 赛亚超人1号2号他们都可以做到一些 可是他们都不是时空传业者 所以 他很限定这个跟他做连接的角色啦 像FuSage也是可以跟他连接 一些些啦 但是 带来的效益就没有这么高啊 因为这边防疫加成到50% 50%的防疫他才可以 给他的防疫来到这么高 才能比较好的去扛伤害 这一张的话 我觉得 赛亚超人4号算是他的那个 Combination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骂骂骂骂就是这么个样啦 以上 就是这一次的霸张 一般是抽卡的极限Zek觉醒啦 大家觉得怎么个样子 我觉得那个 Cillus 跟 十字界王神 还有 我们的 超山悟空 算是 是还可以还不错的 Fuse也是不错 Fuse的话虽然说是绑定时空传业者啦 但是火力跟防御力都相当的理想啦 OK的 然后黄金的克维拉来说 中规中矩 毕竟是一个普逐角色啦 在龙族英雄类别内 会有很好的发挥 可是去到了醉凶一族的话 可能就比较普通一些些啦 OK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10抽极限在觉醒 龙族英雄10抽极限在觉醒的能力介绍 给大家一个参考啦 至于抽不抽的话我个人还是会抽啦 还是会抽一下他的卡机要补一下 最好是可以给我补到狮子界王神 然后Fuse的话我是主要收集用啦 可以抽到就爽 至于超三达的话有没有无所谓 他实在是 这几张里面最让人不满意的 就是他啦 OK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呢 明镜与点点栏目